我跟你说啊 解铃还学习 咱就说 走正路 走正路 找出路 这个事比什么都强 你那昨天 我给你打电话 你跟我说 司理人在美国 你让我看看 我昨天回去以后 吃二碗饭第一件事 给美女打电话 我问 是不是司理人要来的 诶 确实要来的 干什么来 我可以实话跟你说 今天到黄尔顿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习主席啊 到美国来 到海湖庄园和川普总统 两个人会谈 定了四大安全战略的对话 大概应该是在六月下旬 应该中美双方有一个 网络安全的高宋对话 第一个对话要开始了 六月上旬应该是 可能是六月上旬 是外交安全的战略对话 第二个是网络安全的战略对话 这样的话 他是为这个战略就是中美高宋的网络对话 来打前面 今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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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 后来我说 那好了 既然是这么个情况 我打了个电话 我给孙明珍打了个电话 我说你 谁不知道说我明天到 今天的中午应该是 一两点通到 华盛顿 我说那好 这会儿我说我到华盛顿呢 他说老哥你辛苦 咱们一块见个面 我说好啊 我说我这会儿到隋大石 但是去报不到 因为我是大石的 发表邀请他们 因为他今天到 晚上可能就要到美高宋会谈 就是谈这个网络安全对话的 相关的一些事 跟他来的我跟你说啊 主要是 公信部 公信部 公信部有网络安全司 还有网络局 公安部网络局 主要就是这个 这么样三个单位 一起就重脸去谈这个事 我说他一块见过面吃个饭 我说可以 我正好我说呢 我明天去 就是明天吧 明天今天是24 明天是5 明天 明天我们就订了火车 明天去华盛顿 来到华盛顿明天 明天 明天跟他见不上 应该他是明天 重点跟美国人谈了 说谈了安全的事 然后可能后来跟他见面 然后可能27号就回了 27号跟华盛顿就回了 他们娘三个陪着 陪着你 陪着你 还有个人陪你吗 我跟你说的意思 还是这意思 就是说呢 咱们呀 今天把其他话题 那些放下 沉重的话题 往后放 还是说呢 就是咱们 大家你看 全家全家都在这 我们就聊啊 今后的出路到底怎么走 不能走这么下去 我跟你说去心里发问话 我要替你着急 这话在英国跟你说 我在你家里边 在你家里边跟庆祝和郭美也说 我真的是设身触地的被你影响 你把我说啊 你站在我的角度上考虑考虑 我的亲人还有狐狸街 我看看 16个人 包括员工 亲属的 就你的一个狐狸街 就你的指 这个马届犯的大忌 违规使用 相关的技术数 就在这个行当里面是大忌的 你明白吗 所以这些事 这都是硬砍实凿的 他的违纪甚至违法的行为 啊 另外一个你说 他替你外事 这些咱全放下 是 因为你为国家做我们钱 他并非就是说因为你的事 啊 说是因为给你郭文贵 做了哪些事情 说是因为你为国家做贡献 他给你帮忙 这都是属于正当的 这个东西可以通过民事来解决 干嘛通过形式啊 所以就是 这些事呢 我就给你一个建议 从这条路这样往前走的话 是有出路 而且这个处 这就出路 我觉得如果说这样往前行的话 是很顺畅的 你要是说 我这样跟你说了 你非往旁边这样去走 说这套总是拉偏套的话 那就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这是推心致富跟你讲的 啊 这是我今天 咱抛开其他 咱不谈 等我从华人斗河里头再说 好不好 他有些问题 他不是说非要通过刑事 他这个 不是说你全都触犯了 都是 全是刑法 啊 就有些通过民事就可以来沟通 来协调解决的 你包括现在有些债权人 是吧 要起诉 这些都可以和解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调整 你包括文官我跟你说 就你说什么 比较李友那个 你说了啊 李友那个 十一项的罪 最后四林吧 谁说要看李四林 我说了 我说要看李四林 你怎么就没闹明白呢 就好多事啊 你真得好好想一下 现在不是那么回事 你就就 就经济啊 你就就经济来解决 你那怎么是说 哎呀 后边谁说 他们怎么商量 怎么开个会呢 我就说 你那个信息到底 是不是很可能 我到现在 还没有一件信息是假的 没有一件是错的 您能给我说说 一件是错的吗 你听我跟你说 那我就别再跟你说了 我要再跟你说多了 你的话更多 知道了吗 就是你呢 就是现在我老觉得 你做点什么 一条点我老可以 不是 我跟你说 书记啊 现在北京的行动 都是三个方案 这个北京现在三个方案 你在这儿呢 现在是这个 咱们谈 谈成是个方案 华盛顿 谈不成 一个政治交易 不惜代价的交易方案 第三个 第三个 还有一个私下有的这个黑方案 这三个方案 一共三个方案 我相信 你不能让我只先议不先议我 我当然相信了 我相信这三个方案 我也面对这三个方案 我也有三个方案 书记 很简单 昨天你们离开以后 FBI CIA都来找我 给我的两个选择 现在开始 郭文贵 任何时间 只要你一个电话 你告诉门口的人 你就是得到美国最特殊保护方案 我已经原来电话给你说过了 我今天也正式给你们说 只要你们有任何一个 只要我改那 我就马上就做 这是你们办的 不是我做的 这是党和国家把我推向的那边 那我就接受吧 那没办法了 是不是 你们做什么办 那我就分分钟就做这个 这是一 第二个 我有一个方案 刚才你说那个什么法律问题 你说的我全都不接受 什么 我全都不接受 哪个份 刚才你说的什么 这个什么法律 什么的 我当然不接受了 因为现在你跟我咱们谈的最大的技术上 咱技术就变了 王岐山和孟建柱是腐败分子 他抓的腐败人他就是有问题的 傅政华收的钱是天经地义 大家都知道的 你不但不查看他做主意台上去 你知道我相信这个体制这个国家的反腐败 这不是笑话吗 这不是我当傻子了吗 全人类都知道的事 但是我要去电电话 这是第二个人说的 我不接受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个政治事件 故事我一个人说的 有太多人都知道了 第三件事情 我也有一座方案 就刚才那个我绝不接受 我觉得呢 我的说法和他相近 你说什么后两条 什么政治交易 什么桌子下面的黑色的手段 我不清楚 对 这就是我想知道您的话 咱们的国家和党内的同志 向来以这种招对付一切人 这是跟我没关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看过太多了 看过太多了 你听我给你讲 我呢 我了解的 和组织上跟我讲的 就是最调道 而不是正道 最调道 你说的我都听 我也信 但是呢 我今天给你最好的 我就是实话实说 孙立军来 孙立军要干啥 我知道 你没跟我说 还没 你可能还没有想到 这美国 美国政府 上次孙立军来 上次来 其实怎么有个东西 我全都知道 应该是孙立军 他跟谁谈的 我都知道 美国政府也跟我说了 要不然你们两人见面 我不跟他见 我跟他见什么呀 把他见得打起来 他凭啥老害我呀 你看 他凭啥老害我 我跟他什么丑啊 孙立军同志的犯罪 他会早晚一天 你给他清算的 我知道 他说的就是 可不是一点万点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试试嘛 我这人名声不断声 你告诉他 你听我跟你说 哎呦 我咋呀 要不然我一定 要跟他玩一把 嗯 孙立军啊 你这个我说的 他玩明星 玩董卿 干这个干那个的 装神弄鬼的 招摇创片 你听我跟你说 哎 踢着人民的 这个警察的乱 踢着 踢着这事儿 这个 孙立军 对啊 我说你这儿还是怎么 嗯 我觉得昨天 萨利斯草跟你 你们两边谈的 你心情好啊 但是这些事儿 哎 员工的问题 对吧 我从今天不再跟你谈 员工的问题 嗯 刚才你也说了郭美 你也说了郭美 你也说了郭美 还有郭强 您觉得郭美和庆治是能自由进出吗 我觉得可以 谁来说保证的 我来跟你保证 好 郭强 郭强 我让郭美和庆治的杀人 都想自由出入 嗯 我希望得到您一个法律的认责 我就让他们自由出入 好 不管我跟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如果这个国家这个党 愿意向全世界人民 证明你们是 你听我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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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文字的东西 你看 你听我给你讲啊 我跟你说 嗯 文字的东西 我 回去以后 因为郭美给了我一个文字的东西 嗯 连我成都出 嗯 是吧 二星 说二星 我倒觉得二星 并非就是一个硬性的一个 受限 嗯 这是 这是 我和郭美 我们两个人个人谈 他这个东西仅仅给了我 我这个东西就在我手里拿着 我没有交给任何人 明白了吗 这是郭美 给刘白白的一个成功 嗯 明白我这意思吗 嗯 好 他二十天左右 和他母亲 回去 看爷爷奶奶奶 好了 这个到那点见识啊 如果说我们整个工作 能够向前推进的话 郭立杰问题也简直了 啊 家里面有人照顾 他们的爷爷奶奶奶 他再过来跟你见面团聚 这个事我认为都是正常 昨天我已经跟你讲了 昨天我已经跟你讲了 月庆之 郭美 到美国来 和你团聚 你们全家人在一起团聚 是似乎是 我在做什么 其他的文章 昨天我对这个事 已经做了一个说明 没有 证明 诶 这个事是什么呢 我昨天就说了 因为这个事 当时 哎 你在吧 小郭 对吧 咱不 我们三个人一起 到家里去呢 那当时就是 谈话 摇天的过程当中 话敢话说的 对这点知道 郭立杰的事情 所以我再说 你先听我说 我给你再说 刚刚说了郭立杰 我给你说一下 因为你原来成的我 我给你成的我 没有打婚 我今天我跟你说 我名人不说暗示 郭立杰没有 带你到那时候回家 我一定要讲一次 孟建路 我要讲一次 我这几天 我今天跟你说了 我随时可得就开讲 我要讲 我要公图他点信息 因为什么 郭立杰没让回是 是王岐山孟建路的决定 不是你的决定 那我一定要讲一次 你听我跟你说 你要这样的话 你这样的话你忘了 你又要反方向走 书记 我跟你今天发自内心的说 我今天告诉你的 我都是心里话 我今天通过这些电话 通过这些事情 我已经放弃了 对我员工任何的诉求 包括郭立杰 我放弃了 我放弃了 我的名义上 我也放弃了 我不要了 这是两回事 我不要了 这个事 说郭立杰出不出来 和王岐山孟建柱 一案为零 我非常了解 今天有人跟我说 他说 相信人家刘彦平书记 进了最大的努力 想让郭立杰出来 嗯 他说你千万千万 他说 这是孟和王座的决定 啊 所以我 我从个人上 我真的感激你 人家跟我说 说你费了很大劲 多次提出来 让郭立杰出来 但是您说的不算 我 我特别难受人 但是我今天 我叫你刘主席 我是针对着您的背后的老板说的 哦 你听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的意思 咱们先抛开这件事 会谈 我跟你说 我不说一次 我对不起咱们 不 你听我说完啊 就是说 叶庆之和郭美 如期 我是这样的希望 如期正好 当然 我需要得到您一个文字的程度 他仨都可以自由进出 随时 无条件进出 包括 郭强也要回去 他要看你来 我跟你说啊 这是什么呢 这些我又把 这是你家里 我说一次 就是 他们 娘仨 回去 啊 出来 这些事情 全都好谈 这些不是说什么原则 所以今天 郭美你可以告诉你妈 你和你哥 和你妈 可以自由进出 这不是二天限制 可以自由进出 但是自由进出 自由进出 无条件进出 你白白给个文字东西 所以说你仨跟我 没关系吧 你仨现在是国家 给你们去存受的潜力 自由进出 咱就相信你留白白 相信咱们安全 嗯 好吧 但是在我跟你说 嗯 有一条 就是说这一次啊 嗯 敬之和郭美 嗯 他们俩 还是应该按照 给我的承诺 嗯 啊 嗯 我们这样说啊 我们 对 就是说 这个这个承诺 嗯 你们待会回去 嗯 回去 完了以后 我想 现在你父亲的这个事 应该到届时 会有一个向前推进的 这么一个 结果 我跟你说啊 嗯 这个 你要说 对 王岐山 孟建柱 还要再报成料的事 嗯 这是咱 咱俩得担长的 呃 书记 我报的料我负法律责任 他要没有这事 他不用怕我报料 不是 还有一个 就像您刚才说那个 呃 书记 你绝对 你绝对要了解 文贵能走到今天 我再给您说 文贵看了我所有答案了 王岐山书记 孟书记 一次次想我把全家毁了 我的员工在里面受这种待遇 全世界都知道 就像萨拉斯昨天说 全世界都看不下去 他说不管哪个人 有一点良知 看不下去这个事实 嗯 他为此也掉了很多类 曹光彪是我们的安全的老干部 嗯 他说但是 他说文贵不能走向极端 嗯 一定 他昨天最后劝我 一定不要反共产党 不反习 让我公开承认不反共产党 我说我现在没说反共产党 我也没说爱共产党 嗯 但是未来我希望 我说给我个理由 我不反共产党 我说我也希望有一天 我把推特关掉 我不说话 回向正常生活 嗯 我说十九大以前 我绝不会做任何这个决定 因为十九大 我看十九大 王岐山的木槿路还开了啥职务没有 如果他们还有什么职务 我说那这什么都不可能了 嗯 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我太了解这种 这个我这个 我给您说实话 我跟你干嘛 前面浪费你时间 如果没有他们了 这一代人都上来了 您这样的人还都能存在 那我当然我说 宣布不反党 支持 还是呢 不反习主席 不反国家 不反民族 然后再加一个不 不反共产党 然后呢我说我就关掉推特 华丽转身 我本人去过正常生活 这是 我说我愿意的 但是我得看十九大 在十九大以前 我今天 昨晚上 我就想了半天 我听了所有电话以后 我现在 您要跟我谈的事情 就是所有员工 太简单了 我不要脸不就行了吗 我的员工 待着去吧 我不要了 关于我现在 你能把我怎么着 你说我现在 你能把我怎么着 你说我现在 我的民 你不用民 我民不就会他 我能把我怎么着 我不在乎了 还能怎么着 我不要了 钱 我本来我也拿不出来 你们相信我还能先把钱拿 我不要了 如果然后成为国家的 跟那些积极打官司 跟我没关系了 我也不需要钱 我啥都不要了 我说我给您现在 今天 我正式跟你说 我没任何需求 您愿意给啥就给啥 不愿给啥的 然后我老婆女儿子的事情 您给我文字重头 我让他们自由进出 而且不一定一次出入 可能一次回去一个 一次回来 你们愿意把我的儿子扣住 那就扣住 你愿意把我的儿子扣住 他仨不会一次回去 他也不会俩一起回去 最多一次回去一个 我会让他们自由进出 让全世界看看 到底共产党是个骗子 说实话 现在百分之百分是相信共产党的 我不相信日本人 可以相信中国共产党的 但是 我拿我的孩子来 我的老婆是正义吧 然后我现在啥需求没有 我也跟你说 你这边有三招 我也有三招 就这么简单 我就是跟你把实话说 我没有任何需求 这来自今天那个 老议员包一森 今天到这来的 今天早上说他要过来 然后呢 这个要跟我谈这个事情 他说这个美国国会上 这个听证的事 还是希望我们 现在更多议员 要来听证的事 他说你一定要相信 中国政府来说说 我们都知道 他说恰恰这是我们关注的地方 美国的行政和法官 和这个国会是三个权利 没有 中国政府现在老想的 用这种教育做的 这在美国绝对行不动 但是现在因为是新政府 这新政府 现在人家人家撤手盘找不着 新的川普总统 还是白红撤手盘找不着 全都是新的 在这种时候 我们恰恰要关注这件事情 所以说我 我现在我只能这样 美国会关注你的事 您可以问问去 是怎么关注 所以说我现在 书记 是您一直想让我拉回去 但有人是要把我推出去 这是为什么六个羽权 本来就不用发生今天呢 听你百分之一 也不会发生到今天 但有人不这么认为 他们的脑子是疯狂 他们的管理国家的素质 从录制我的视频 强奸女员工 早洩 三邪视频 然后发空中 这种愚蠢的行为 他能有什么资格代表着国家 然后给您做出乐觉 让我面对 那个完全不存在的案中 您看了我的卷宗 绑架罪 还有任何行贵罪 还有什么我行贵张月 所以我不知道你卷宗什么样的 您看的是哪份卷宗 我这是好几分卷宗的 我行贵张月 你把我枪毙一万回 我给张月就一个来往 一瓶红酒 如果要是我今天 我可以在美国 咱现在到美国 就把张月叫出来 如果有一个阵子 就给张月拿到一分钱 你枪毙我一万回 害我非法绑架 需要 我才知道她是庆祝的外相 黄牛 哎 他们现在对您所有说的话 他们所有说的话 对您看的事情 他没有说一句的话 这是我昨天最说 我昨天三次说 我说刘书记本来是 来说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说我给您说 你也是老国安的人 因为他是绝对保密的 同时基辛格要见我 也说这个事 基辛格跟他跟我都是朋友 我说我为什么不想 外国人查过这个事 但是我说我没想到的事情 就是你刘书记听到的事情 很多都不是真的 你张月活着呢 我给张月送一毛钱 你把我枪毙一万回 我行贿张月 还有孟慧晶 还有我行贿孟慧晶 孟慧晶的老爸买房子 孟慧晶的那个叫 罗什么干事 专案主 他的女朋友跟我说了 我跟孟慧晶 他们真敢左啊 你把孟慧晶 叫他自由的说几句话 看我是行贿叫什么 他给我办啥事了 我是给中立委办个事了 抓刘书记华 怎么这我行贿他呀 行贿叫全钱交易 他给我什么权呢 就这样的假装造的数来 三年的找不出我罪来 我整出了21条罪 翻来夫妻怎么着 黑色卫罪 藏枪罪 强奸罪 强奸罪 对谁罪 然后这又非法绑架罪 行贵罪 隐蔽票据罪 哇塞 销毁票据罪 销毁 隐蔽 销毁票据罪 书记 您是懂法律的人 您让任何这些懂法律的人 您去想想 有什么样的一点常识的人 能相信这跟我有关系吗 我郭文贵 我从我弟弟死那一天 我就想过 我绝不能再回头看上我去 我郭文贵说 最大的事情 就是一切我都想过 有一天 公安 法院查我说 我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你问问李超杨人 他又敢说一次 他就是罪 我知道 他拿出一点证据来 你就把我判了 我都想着了 我二十八年了 我准备 不是开玩笑的 书记 现在把我头上就这么盖了二十一条罪 三年了 有本事三年把我定了罪啊 还公布马列夫部长行贿罪 这就把我帮了忙 帮了大 我行贿马列夫 首先我行贿得给你钱啊 他得给我权利啊 行贿的最基本的特征 就是我给你钱 你给我权利 全钱交易 那就说说吧 就像当年抓网友杰一样 把我抓起来 中纪委说 我给他多少钱多少钱 最后发现是 我没给他钱 就给我钱了 就战然的说话 郭文贵说 瞎话连骗 怎么威胁 把那曾经红给你牵出来 这二十一说 这你们多显格的用心啊 谁能录视频 你说这录视频 是公安部某个人干的 孟年柱书记不知道 王岐山不知道 你说王岐山书记是查纪委的 不查郭文贵上任书记 你真别说这话 全人类都知道 我跟王岐山查我的 他到处说他要弄死我 他见着美国人都说 这郭文贵不是好东西 嗯 你还记得替王岐山说话 你觉得不是浪费你的时间吗 嗯 他见着美国人人家问他 郭文贵怎么说 这家伙是个骗子 一分钱没有 啊 外边这个骗子 盘虎都不是他的 别听到我说八道 他用得着一个国家庭 对我这样什么 孟年柱书记 亲自给人家说 郭文贵就是个骗子 骗你个钱 把你把钱拿过来 嗯 我是说你给问孟先生 问我现在出去的 嗯 用得着说吗 你把他当成国家庭老人 我还说 中央也是国家庭老人 令计划也国家庭老人 不当然天哪 跪着那块儿啊 啥不就一百个星吗 他被抓起来 连狗都不如 孟年柱 王岐山过了十九大事 什么都不是 他代表不了国家 他代表不了这两百多万的干净 他代表不了数捷 不要把他们 运费他的职务就是他的伟大 他是个人 当他不配代表这国家的时候 我就不把他当成领导人了 孟年柱书记用得着带着十几个人 去跑到这个这个中路去把我毁那样了 我还能尊重他吗 孟年柱书记用给我家庭什么 你天哪到美国来回国 哪有钱 美国人都听着呢 说你记住 我们都给你盯着呢 他到美国来干的事情 都盯着呢 我不能跟你说 那都谁过来的 我得给美国人承诺 这个事情 恶可人啊 我说我也不想 但是我说 很多事情不是我想象的 我想不实际控制 那事就让你实际控制那样 没有 没有 凉了 不了了 没事 继续撒了活 还要把什么活都歇 我不是 我这 书记啊 我从认识认识你到现在 我说哪句话 你现在往回看 我虽然有处情绪的表达 但我哪家不是严肃认真的 我的律师明确告诉我 任何 签署 问有关键的事情 我们律师提待他 我说现在我不需要你参与 什么 就我律师啊 就任何关于说卷宗啊 案情的事情 律师必须在场 我特别是我的这个私人律师 还有我的现在这个 现在美国的法律分得很清楚 商务律师 私人的这个这个安全律师 然后现在特别是我的一个行事律师 我说现在我们 我说我今天我会很明确 我说我今天我会很明确 我的律师团的一段留下 随时我会让他们上来 嗯 我说我随时我告诉他们 我说我现在就是配合 有好配合 和有方讲清楚 不到那个时候 走法律的这个方面 所以书记 我不希望把事情说 失去控制事 我也不想 但是我还是那个 你毕竟你 孟建柱是你老板 王岐山是你老板 这个这个 他们干啥 你他不可能告诉你的 那你就说是我是在蒙在鼓里在干事啊 我觉得大多数你是蒙在鼓里 从你在北京的那里通电话 我说我没有一次不告诉你的 我书记 我最担心的事情 他是让你蒙在鼓里 嗯 孙女一日来 我跟您说的 原来去中东的事情 我告诉你的 嗯 他到美国找着公共公司 我告诉你的 嗯 他在这个 怎么去这个 他到那庄二组 这人怎么弄的 怎么去 有眷重一个月以前怎么改的 我告诉你的 嗯 没有一下不是 有一下不是真的 和书记 嗯 你说完了 我说完了 嗯 你说的这些啊 我这 打人一言话说 如梦初醒啊 哎呀呀 书记 你去一下 这这这 你这 你这 你这这让我 从这个 云里屋里钻出来 没没啦 没啦 我看来我还真得是 换个角度看这问题 但是我跟你说 我说 这个 我还说那句话 这句话可能有点关 有点关目 不管那些 第二条路也好 第三条道也好 我说 你要信我 你要信我 咱们 就走这条道 行不行 我绝对信你 但我不信你掌握的信息 哦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嗯 我就是说 咱们交这这条道 他们讲的对还是 都对 前给我告诉最后一条 你们都对 啥子你讲的都对 就一件事情 你们没有 你们从来没考虑过 为什么我走到今天 嗯 未来我想走的 是不是我说了算 嗯 今天我为你留书记 我愿意走到今天吗 嗯 你今天还给我讲马杰伯尔 你 但凡你有一点人的常识 你也能看得出来 这件事是什么案子 王岐山中间就这么折腾 没罪 傅政华没罪 李勇没罪 就郭文贵有罪 还得说清楚 郭文贵的秘工全都不专注 嗯 然后这边 孙明珠每次都偶然的来美国了 然后跟美国就谈出见信的事 郭文贵就这么笨 我说我不想 不然你找我 人就给我提出了 要去帮助我 保护我 两年半以前在马亚密CIA的人 还不想找我 我说我不接手 我不跟你谈 我把电话给你 我说我不想见 我律师给他说 再稍稍后我就告诉你 我在家 我没办法了 三年过去了 这又来了 这又来了 人家说你 他们现在又来了 美国又来了 又说各种权交换 这是两边的信息 他们两个一起撒谎 美国人和中国人 一起撒谎 是郭文贵 我们干一件事去 你觉得可能吗 嗯 只有您不知道 您不知道 这天下 哎呀文贵啊 我觉得你啊 这个 专举小尖算是太厉害了 我不是专举小尖 我不是拿我的命去专举小尖出去 这个您说呢 我是拿我的命去专举小尖去 我不可能 我要是正把专举小尖 我活不到今天 活不到今天 就像当初所有人都摔我 我说我的企业 就是一塌糊涂 就是个辫子 我的企业 是全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 最轻软 是最高 最干净的公司 然后 然后 过去把我形容的解释 就不是人了 现在说的就是我们 我不是那样子 我是专举小尖 我活到的今天 我今天给您 最重要的就是说实话 我跟你讲 咱不讲宏观的 不讲大道理 不讲 只讲具体的事 我就给您实话 就这三条 对啊 你说这边走的是三条路 嗯 我这是一条路 嗯 是吧 然后呢 桌子下面还有一条路 嗯 是吧 见不人的一条路 对 是不是啊 第三 第三条路呢 就是 在华尔顿做政客交易的一条路 对 是不是啊 这三条路 你呢 第一条路怎么办 我这条路怎么办 我听您的 嗯 我现在 那两条路啊 嗯 就全当我不知道 嗯 好吧 好 咱俩这条路怎么走 我听您的 嗯 你会说了吗 你要听我的 嗯 你如果听我的 我能听我就听 我不能听我 你个人不能听 对 你听我说 嗯 你要能听我的 嗯 我觉得这条路 你不妨试一下 嗯 试一下的话 嗯 我们就得想想而行 嗯 你呢 就要冷静一下 嗯 我一直都冷静 不你听我说啊 嗯 就是说呢 你就要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呢 把这些 你刚才讲的那些 你的那三条路 特别是后两条路 你就要先放一条 看看这条路 能不能见到真正的成效 啊 这个 小平同志下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对吧 看看 我们这条路 就我们两个人现在走的这条路 能不能受得痛 如果说 有了一段实现之后 说走不通 那好 我也啊 六十多寸的人了 嗯 我也犯不上啊 这个 受着辛苦 对吧 我那不是说家里没有其他的事 我还有其他工作要干 你明白的意思吗 嗯 这个严格说 这个事啊 这个组织上的安排 我呢 服从组织的决定 来 咱们来进行谈 你也同意 说这条路要走 我说呢 我们不妨呢 试一试 向前推动推动 推动推动呢 就需要我们相互之间 共同来合力进行谈 你知道吗 啊 这条路如果说 你认为 呃 可以是 那咱就往下谈 对吧 我一直要请您的 我一定 我跟你说 咱们一起呢 一起往前 推动推动 有个实现 有个实现 嗯 你比如说 7月1号 你说了 你不反对他 是吧 嗯 起码现在你还 你还不反对 嗯 对吧 萨利斯这些说法 你也都赞 对吧 咱们7月1号是个实现 7月1号是个实现 我7月2号是我的直播视频 我要讲什么 哦 从明天起我就没有任何故事了 你听 你听 因为很简单 我郭丽杰没有回来书记 不是 我的事没有解决 我必须必须 你听为什么 你如果说因为一个郭丽杰 那我一定要讲 你听为什么 一定要讲 否则他们永远这么光贵 就是欺负一把就一把 他背叛我一把我就要跟他来一把 一定是这样 哎 你竟说 他们背叛你了 嗯 我们两个人共同走这条路 我对你如何 您对我是百分之百书记 我对你如何 绝对百分之百 嗯 我对你百分之百 嗯 那你对我百分之多少 我对你百分之百 那如果你要这么弄的话 你是百分之百的 那说一下 这不是我违约呀 不是不是不是 我违约 你不能把违约放在我身上去呀 你看 但是这个事和我直接相关 嗯 你要知道 我 今年六十二 明天我退休了 啊 知道 我还想画个圆满句号呢 包括 沁之堂子眼俩来 我是押上身家性命的 做担保 所以 沁之堂子眼俩来 我就拍了牌吧 嗯 然后做了工作 嗯 他们回不回去 你家庭那个 你自个儿定 嗯 我绝不说 采取什么 强 这个强迫你们的这种态度 来提这个 要求 啊 为什么呢 我们在一起 要说想行政合力 相向而行 就大家共同往前推 明白了吗 说生意场上还得 这个啊 有一个讨价还价 咱这儿不是讨价还价 明白了 但是呢 这应该是在情理之中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当时 临时这么动议 说他们两个人一起 啊 到这儿来 实现了 嗯 是非常感激 实现了 所以我感激你 你说 你四哥六哥的事 他们来之前 实现了 嗯 嗯 实现了 所以为什么我感激您 你让我做的事情 我一定可以做 所以所以今天我跟你说 啊 这些事情 我能做到 我尽可能往前推 但你要注意一下 嗯 这些最后的决定前在我 何在你这儿 最终的决定前在我 他在了 我在 这个是客观现实吧 对 这我们大家都承认 对 那好了 谁 有这种权限 你非常清楚 对不对 所以呢 在电话里边 你也跟我说 你四哥六哥回去 回来 你 感恩孟书记 嗯 这是你电话里 对 所以说我下次我说 我不谈孟书记 我谈王书记 不 我不谈他 我这次不谈 我下次再谈 但是从这三周已经过了 我成都完了 我不再牵人和什么 不 你听我跟你说 这不是说谁牵谁 嗯 是大家都得讲一个情分 都得讲个情谊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 最终的决定权 嗯 这两两个呀 四哥六 你四哥六哥 放了 回来了 嗯 对吧 回家团聚了 嗯 跟老人都见了面 现在是个自由生子 对不对 嗯 他在这当中 你看啊 你的那些YouTuber也好 是你的那些Twitter也罢了 你哪些嫌子 你要知道 但是说 我就是说 不说王可梦什么意思吗 你是没说 我没有违背我的话呀 你是没说 嗯 但是你那个 字里行间 你的演谈话 你知道我成 我留我人 那是 成就多大 您是承受巨大压力 是不是 你要知道 哎 你要知道 这 这是为什么刘初季 我觉得我 行 你听我跟你讲 咱这么说 不看僧面 看佛面 就在这一点上 你把我给挤压到天花板上 你知道吗 哎 你刘远平说了 这个提的建议 我们也赞同 但是他这个意见 并不是一致 并非一致 啊 但是最后领导开板 同意 艳平同志建议 明白了吗 这个事儿你都知道 我们是有组织原则 个人服从组织 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 这是党的组织原则 你明白了吗 但是 相当一部分人在保留着自己的意见 最后的怒火 不是集中在你郭文贵身上 是集中在我刘伙人身上 你明白了吗 我背负多大压力 你看 即使这样 顶着压力 我又 我又来了 我又来了 咱们坐在一起 还是这么谈 为什么 我自己能决定我 说我们四个人一起来 来美国吗 我也要请示 也要把我的想法 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汇报 啊 组织上 经过认真的 研究以后 同意这个 建议 我来了 咱们坐在一起 谈这些问题 目的是什么 还是要通过这条正路 来解决这个解 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 所以我就跟你说呢 这条路 如果说你要是 真正的坚信的话 你要坚信的话 我觉得 我们应该是相向而行 相向而行的目的 是为了 把出路找到 大家一起走 走到前面把问题全都 就把它解决了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创造一个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环境 我不是在讲别的 你知道吗 不能说 我们要解决问题 总是我在 努力的去做 一加一等于二 你那儿呢 是在做 一减一等于零 你知道吗 我哪是一减一等于零 你总是在归不原理 书记 您忽视了最大的事实 就在您跟我谈的时候 他们试图把我弄回去 想毁掉我 一定我跟你说 这是一 第二个是您 按照领导意思承诺 郭立杰在您到来之前 会回家吃饭 你三十个我对方说 这个这个 我没有十一次约 我没有做任何消息的事情 我没有讲过一次王书记和孟杰入书 你听我给你讲 即使说郭立杰今天还没回到家 他也不见得说近期就回不到家 我现在书记我昨天做一个决定 绝不让你回来 嗯 因为您呢 把我的什么这个个人问题 员工问题 你去带身 我今天我都不要了 咱俩第一次见面 我跟所有人我不见面 见面条件必须带着我妻子女儿来 后哥回家 我见见后我一概要求没有 我说我刘叔弟我相信有人 我没要求 我先第一次王 后来我说话我没有一次没得见 今天我就想 昨天晚上想了半天 我不让你留住近面 我说你最好的回报 我的妻儿一定要回去 全世界观众最现在不让你为难 但我需要你给我什么 他们说你昨天说了 斯坦布莱就该自由出路 自由出路 然后我对您能要求了 你不让你为难了 你觉得我有罪 按照国家司法法里到引渡我 什么告我 来吧 我的员工有罪 判了他们 都把他枪毙了 他给我啥关系 我还能天天扑去吗 可能啊 我没有了资产 你爱咋处理咋处理 我不管了 我没要求平坡重建 不是我现在 我没要求行不行了 就是 你看啊 你要这么说的话 嗯 就不是说我们两个人要走这批调 书姐 您真的意识到 我 昨天一位 你现在演成老领导吧 您是老领导的核心啊 这朋友说 他说你不要让人家严肃难做 谁说 你甭管 他说 有没有人家严肃难做 他说 你千万别让他难做 他说 他在你这事儿上 他真是苦苦活行 买嘴猫泡 他说 但是这几个人 不会给严肃说实话 嗯 我说 那我今天就做一个决定 我就不让严肃书记维大王 他说 你要这么做的话 那你这事儿 你就是个英雄了 他本来是你 你可以 今天我不要你东西不就完了吗 我不要了出去 我啥也不要了 我就是 我该干啥干啥 然后呢 你我给你没要求 今天你把过去枪毙了 我都想好了 昨天过来说 我爸爸你凭什么你在 在柱上说 你视频说 全家就是杀了我也认了 你凭啥替我做决定 是我是不干活 我以后我不说了 国际协会不管了 我就完了吗 这样还不行吗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就不是说想跟我一起 咋往前走 我不是 书记 您说我还咋不是往前走啊 嗯 您那你让我 您说我咋的 你告诉我 书记 我本来向您来了以后 一进入文贵 我先让你做啥 一二三四五 啥也不跟你讲 然后你想要啥 你跟我说 我告诉您 就完了 结果您现在说 文贵 你要面对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 卷宗这些事情 书记 孟建柱管理的攻坚法 已经被世界上列为了 几乎进一黑社会组织 嗯 我很快会给你答案 嗯 马克思法案 就等着孟建柱和王岐山 报告福建华 你已经看到了 美国国会已经把它列入到 禁止全球旅游 嗯 你回去告诉孟建柱书记 我问你 我郭文贵能不能做了一点 嗯 我现在给某个主事 我答应他捐三千万美元 嗯 我说你就把这个 随便去办 他怎么虐待我这员工呢 嗯 全球随将 嗯 我一定在做这个案子 他现在管了个案子 你让我去接受 我想凭什么接受啊 那你的意思是说 找个第三方 对啊 第三方啊 我听听你这个第三方监狱 就两个方案我的事情 一 我认罚 我上次跟你说 郭文贵啥也别说了 就认罚 你认什么样的事 你违法了 你也别问了 你也别听了 公告结束 那我认了 这是一个最佳方案 为什么 我到今天我再说一遍 王岐山 孟建柱 傅振华 代表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不了中国共和国 代表不了中国共和党 我正下一次说的事情 那我得维护国家的尊严 我要求依法治国 我当然也一定维护国家的法律 哪是是能管着国家都没面子 抓了半天 你再重复一下你刚才说法 我刚才说法 就王岐山 孟建柱 代表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说的是你刚 关于这个案子的问题 我不能因为我大 我催生依法治国 这事就了之不能 国家没法交代在社会上 国家没法交代 查那半天 郭文贵愿意受罚 我没罪 但我绝对违法了 你承认有违法的 有违法 绝对 因为我实际上 你承认没法 但不承认有罪 举半点罪没有 是不是啊 对 我愿意受经济处罚 罪高阁处罚 你公告完处罚 郭文贵认罚 经济处罚 我认了 好了 我也不想再谈任何具体 这是我对案件的要求 好 这是你的一个基本观点 对啊 如果认为你不行 找第三方 不 你不是我有罪吗 我找第三方 对啊 你刚才说这一条啊 就是说 你承认你有违法的事项 但不承认你有违法的 犯罪的事实 对 是 是 是 好了 我记下 嗯 这条我记下 嗯 好吗 嗯 我们如果要是按照这条 我去琢磨去 呃 有没有前行的可能 当然可以啊 您太容易了 书姐 嗯 我再说这会啥容易呢 因为您是 非常严肃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非常简单 就像当年刘志华的案子一样 嗯 安全部署我找了郭文贵 借免谈话 一桌子 我在这转个儿 借训谈话 好 来一个借免训诫书 结束了 他妈的借免谈话 是对 咱们党员公务员讲的 那你 对 那你能借免谈话 我问你 共产党你们是按照给我做的 嗯 那你得问你们的 按照耿部长去啊 你刚才说的那个 这三条 哎 你没记一下啊 啊 把三条记 把这个 谁把这个 文贵你再重新付出一下 这个 让让让 谁让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小屋记一下 那办公司主任 你记点照片 我跟你说 你再重复一下 我倒觉得 这个 不是没有可谈的 真的 这个是这个 嗯 行吗 我 我时间我是 没办法了 你呀 你别跟我那么游一游 我还真给你这么做 嗯 咱们就这么走 嗯 你别跟我那么六一六号 什么又就是 是明镜又第三次直播 我跟你提个建议 你跟我往后抽出 起码说到你那个 叫什么 你那个财务会开完领域 呃 我复述一下 嗯 嗯 这个就是承认违法方面 愿意接受经济处罚 嗯 但是不承受犯罪 主要考虑呢 是从维护国家法的形象 继续处罚 嗯 处罚结果呢 可以向全世界公告 嗯 就宣布这个 事情已经了结 同时取消洪针 嗯 第一方面要求 对 他说的对 完全对 好 第二 第二条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应该是登到这个书记了 呃 关于洪通 哎 关于家人的员工 现在被接押的 我认为由于抵押都超过了两年半 这期限 按照中国的刑法 按照中国 所有的法院的有关规定 由于现在这个各种情况都是经济犯罪 它不是这个重大刑事犯罪 可以以李友案作为参照 这些人呢 现在全部取保 嗯 取保 全部取保 然后呢 给或者说取保后 根据情况 也可以进行这个定罪 或者起诉 现在已经鸡押期过了嘛 刚才这一点就是 两方面内容 嗯 一个呢是 对于鸡押的员工和家属 要求全部取保 嗯 第二部分呢就是在 取保的前提下 保证权利 这个 认罪 嗯 不是 就是依照法律 嗯 依照法律 这个 这个 还是 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事 对吧 嗯 这个 不再申诉 对 不再申诉 不再社会上判件 他们接受 接受法律的判决 嗯 也保证他们不再 这个 在继续申诉 在继续申诉 和在任何地方 任何形式讨论案件 对 这个很重要的事 因为我为他们这么说 这倒是对社会稳定啊 不是 因为什么 这些人的家属 很多庄上主 因为打他们 骂他们的事情 虐待的事情 刚才你说 看着什么拼了虐待 我跟你说 突然来我一个人 就被出去罚规了一个道理 你说 你们回家 必须说不能再折腾 因为这个折腾未来 不知道你们说啥事出来 你们都自由了 我来担保 你们不能再折腾 你们说 因为我回来 我准每个人啊 谁再说关一天 我赔一万块钱 懂吗 我的复述 你俩刚才这个 第三条内容啊 就是对于市场资产 就是146家战先人 还是由刘主席 牵头协调 与市场资产 对 真有话 那得行啊 那得行啊 这是咱的诉求 嗯 嗯 也可以呢 由香港的基金公司 或者经费的金融制度 以贷款方式 或者再融资 偿款 146天的债务 是的 是的 尽快解决 加上四个字尽快解决吧 合适的事情 在我安全 确有保障的情况下 反正这不得了 习书记的人 可我是不会回去的 我现在目前 只能像一个人 习书记 刘书记 其他人我相信 我不是书记啊 我们叫组长 组长 刘组长 这组长的大型 中央都是各种成组组长 核心啊 你这个 这个全大 刘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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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叫刘组长 国际核心工作小组组长 这真可 这么说啊 这个 你这提出来 四条 我给你 我没那么多条 嗯 我就提 嗯 在我们研究这条 就是你刚才提的这 这几条路径的过程中 嗯 你能不能填充 你能不能填充 我的冷静标准是啥 我直播得有 我没有 直播不能没有 你直播就即使说 我咱们退一步 你直播的话 如果说 必须要有 终于留下了 嗯 必须要有 我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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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完全做了吗 嗯 不然的话 我脱了 我脱了 那我不 其他俩 那很简单 嗯 你得 我的要求 我有两个条件 嗯 当我还有消息发现 像孙力军同志 还有其他人在那边搞我 好 骇客继续害我 国内网站上继续黑我 好 在香港的那几个人 还在折腾我 听我说 那我就不说 你听我说 我可以保证 其他路径 其他的路 嗯 不会再有 如果你保证这个 我就跟你保证 哎 王岐山和孟建徒 你不能在直播里面提 好 这是我一个最基本要求 嗯 这也是咱两个人 但是傅政华的事 你不能管我 他不抓进去那一天 我就一定折腾到底 他妈的 傅政华他们的兵 他收钱了呀 你他妈的 哎你到底是 忠实的反腐出现 不是 你忠实的反腐 我支持 你们忠实的反腐 哎 他收钱了他要不应该付吧 听我跟你说 啊 首先我是共产党员 对啊 其次 我是党的纪检工作干部 哦 对 明白了吗 对啊 总书记提的全面从严制党 党要管党 从严制党 他是不是党员 对 那不行 可以 但是不会降那么多 你要回去继续报 只有一个傅政华 比如傅政华现在宣布他调职了 我就停止了 我也不知道他抓起来 如果他不调职 他对我家人有威胁 因为任何人无法保证 到昨天前天我一说我哥 旁边还有人跟着呢 还有人威胁呢 我们的当事人 宋侠的人还有威胁呢 还有委员会被打得那么惨 你只要把宋侠华调职了 我也就不折到 你不调职 你不查他那我必须折到 好了 我跟你说 基本要求能不能答应 基本要求 嗯 可以啊 王梦的事 王梦我可以不说了 6月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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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梦基本要求 这是个原则 咱俩个原则 行行不行 行 可不可以 那肯定不行 你听我说 我这给你的建议 这叫第一 第二 如果你非要考虑 王梦 这些人包括孙女 你都不要再提 至于说 其他人 你提 我建议 建议 这可不可以 啊 我觉得我这要求一点不过分 都在情理之中 嗯 好不好 咱俩不要 因为这些事 因为什么呢 大家是不是要解决问题 嗯 即使说推一半不讲 教二 你刚才说的路径办了 你还这么办 哎 你先抛开我 刘某人承受多少压力不谈 那是我个人的事 谁让组织上交给我这事了呢 对不对 因为我共产党员 领导组织上赋予我的任务 就要全力不去完成 我不能考虑我个人得以吃 嗯 啊 我更不能考虑 因为我这把年岁我根本不考虑 什么得 我无非是考虑到 我会更加失去这些什么 抛黑也有度 嗯 啊 我退了修以后 我跟你这么说 我现在代理我百分之百 退了修之后本人也一时无忧 我就是 随意而安 过我自身小日 完了 没有什么其他所求 没有任何政治上 经济上 和其他生活上 过多的需求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跟你说 我根本不考虑我个人得以吃 我跟你说的什么呢 一个 你 口口声声讲的 你是爱国的 你是拥护习总处 对吧 是拥护习主席的 这是你的语言话 对吧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从国家的大的 正美层面来考虑这些问题 啊 你呢 我 我建议你 能够信守诺语 那我肯定的 但是我全面 全球新发布会 我可没答应你啊 那是8月份的事 8月份的事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说8月份这个事 那8月份之间 他们把这些都解决了 全套了呢 这个全球发布会 我让全世界媒体都 不是 而且联络了 我这定金都交了 这个事 我一定得搞的 我不搞是不可能的 那内容上 我可以跟您这个 那你要是搞的话 那时候 没准我再参加也会 那可以啊 欢迎大家 都来参加 我就看到那个时候 你还他妈说什么 书记 你要弄着的话 那边真有他妈回事 不是 书记你看啊 习主席倡导的 依法治国 嗯 这是我提到 不相反吧 反贪 不相反吧 嗯 第三 中国社会的敏感问题 习总书记的批示 习主席的批示 我都会跟着这个肚子 我就是揭拔 现在习主席没掉下 包括奉登华这些人 包括政法界中纪委的 这些腐败高官 包括海外账号 包括这些子女 咱这个事解决啊 我希望咱真不是到八月份的事 嗯 6月16号我们这个财经会 我 你得对我这个 案件处理 不得有什么结果了吗 我理员工你肯定有结果了吗 实际上就是资产的问题 可能到八月份去了 可能是 就这个资产处理 我会 我今天我答应你 我全球发布会的内容 我都先给你报 嗯 哦 包括 包括一租宝的 包括这个范雅的 这是 不是 不是人家 一租宝犯牙 你了解案情吗 你了解 我不用了解 书记 我做事我向你看就明白了 嗯 我们法律组 所有的叫美国政府的公正的文件 嗯 有效的你往上发媒介 我往上发 我这是绝对是跟 国家主席 习主席 反腐 咱就绝对相像而已 那就是说 你到这个时候 如果即使你搞 一个你要把方案先弄 我先给你帮 我今天来 行了吗 好 完了以后呢 你这个要在方向上 做出相应的调整 一定调整 我原来是完全其干化的嘛 到时候我就调整嘛 我就不搞是不搞 那我成键子了 我全世界 我这这不就完了嘛 行 事复杂化了 到时候你得给我写成果书 我跟你说 我写成果书 嗯 可以啊 行 那今天是不是你今天 可以打电话上 胡志杰回家 嗯 如果你要打这个电话 我就 我就可以答应你 哪个事 郭利杰啊 不是 我不是 你说什么 就是全球为了我 我向前报告啊 我向前而行 你让郭利杰回家 可以可以可以 行吗 咱不说别的 还有我那个马男 你让他保释行不行 马上保释 人家就俩岁的孩子 他老公昨天闹这事情 你啊 你让我 你 你先到我 我说我 我就问你个事 书记啊 押了这些人 对国家有啥好说 又吃又喝的呀 有点好重要 花多大水的钱 对呀 我就难闭了 为什么你们那么愿意 押个人呢 人家一个年轻的母亲 俩孩子啥事没有 你说把人家给吓唬那样 行了 你把这些人问我 他哥哥 他哥哥最大的问题 我这跟你说 嗯 就是反习主席 那说一说 我绝对不让他在这 知道吗 他就是阴谋窜党 我还这么跟你说 还确有证据确凿 而且我跟你怎么说啊 我我跟你讲 他安排的眼线 都到了秦政店了 知道吗 真的假的 是真的也是 那当然了 我这件事我还不知道 拿手机 拿手机 拿手机啊 嗯 那怎么说 你下了班以后 那文件 他得有人收拾啊 嗯 唯独他 就这个人 可以进到办公室去啊 完了就传过去了 那中外媒体 就是货客 你知道啊 那大人我见过他 嗯 跟师傅长吃饭 你看啊 你们他们的都全都 你看这些 这货客马上也胖了 嗯 这小子可这么好 没错 过客 官不大 嗯 坏 但那个是 那个什么呢 那原来说的叫 那叫军机处的张经啊 是 军机处张经干嘛的 那皇上跟军机处在议事的时候 那旁边是 救的 常委会怎么办 是 常委会完了以后 你们山东老乡有个叫什么 你说啊 两字 嗯 这就我也会想到我这 叫 叫 叫啥晚上 我说 那我说 这人人岁数大了 这玩意就老进去了 马上你跟他就 就 船出去 再一条线路零句话 那种零句话已经出 已经当中 中央正在过不上了 不在海底上 那问题也没出去了 你这样想 啊 这咱说正是上的 中南海是什么地方 太可怕了 中南海是什么地方 中南海是什么地方 文贵你应该请不 那是党中央所在地方 太可怕了 哎 像招呼我们开会 招手即来 挥之即去 一开会晚上十点 开完会以后 把小姑娘就 拉车就接到办公室去了 真有这些知识啊 我要跟你说 他妈在办会上 这是假的 姓氏名水我都能给点过来 我知道中央电视台有一个 哎呀 中央电视台 连他妈中央院里都有 国防的 空警 人们带我条开电梯的 开电梯都要 对 这怎么这真够有水平的 你听你说啊 接近来 办完事再送出去 怀了运了 在歇科打掉了 当然赵一佩他妈的 他他妈知道个屁啊 一说啊 这是哪位老同志的 孩子 啊 面爱的 不慎 这事儿还得保密 明白了吗 那赵一佩说 那中央办公室主任 中央他是 既是中办主任 又是中央保监委主任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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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他们弄出来以后 不就是乱七八糟了 这这您话你说是什么 说政治上那样 这真是你说我真的 我这都是造谣呢 我跟你说 这真不造谣 我跟你说的咱百分之一 没什么 生活成这样 这么腐 这么腐败 经济上 赵老婆 老婆叫什么 咱们 咱们 古 古 古利平 古利平 民生银行 三年不上皇上拿酒位的吗 等文状 一年三百多万 等文状 一年给三百多万 吃空想 河南的草拉地 到底谁买的呀 到底谁买的 你们河南人买的 河南谁呀 河南个楼枪 河南太 你们河南人买的 我山东人 我不是河南人 对 就是 就是 玉达那个 那领地的一个商人那买的 他们买的 干啥的呀 中间有人 这中间还有一个 过了一周 就是 跟那个北大的卫星有关系吧 就卫星的下个站着他 好啦 出名 那个人拿钱 嗯 最可恨的是 你妈的 不是 圈上有俩姑娘吗 嗯 这俩姑娘不是 一死一残吗 嗯 妈的这个 医疗费 什么 经济赔产 还让他妈车鼓了啊 一百多万 有她妈这道理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这这这这 这是一个吧 嗯 他有一个 那个 这个民生厅厅的行长 我来叫什么 红旗 董文彪 博士 啊啊 他抓起来的那个 那个谁 那个唐中央那个 唐中央那个 先说我一下 他们 上市了 嗯 你让这 叫王长啊 一会儿就 冲进去啊 嗯 我给你 拿钱 你给我来点钱 我给你 装进去 那儿 爸 一饭 给他给拿过去 有多忙的吗 这次 弄几千万 不是 这不是 你加在一起是多少钱啊 加在一起大 大大小全算是周一样 知道了吗 就这人 你说这爸爸真是真的 不是这不是假的 这咱们都公布的消息 是啊 你说是霍克吧 霍克 霍克 霍克是他们的德行 啊 然后还有一次就到我们 几天去吃饭 那谁呢 那个吴玉良 中央吴玉良 他两口子吃饭 他在那儿 晃晃晃晃晃的 又来那趟 哎呦 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的 就一物天下无敌的样子 你知道吗 我不喜欢他 你看那个谁 你看这个 那个情人啊 嗯 他那有一个 这个山东 嗯 这郭航 就是 老陪人 这边是非专机嘛 嗯 怕看着 看着他就会用 用完以后 解决房子 解决房子 先解决 进京户口 嗯 解决房子 房子多少人呢 钱都不涨 有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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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房子呢 小两百米啊 买多少钱 四千多钱 大爷 大爷 西单附近 寺外都给你 凭什么呀 所以他在那个 渊源潭那个 那个 国渊的群楼里面 是啊 地方上 完了之后 这他妈的 执政地方 把这人弄到大会堂 从国航啊 他这天老飞呀 那想用 他们飞美国了 想用着急 用不着啊 这掉身边了呀 就把人官给调到大会堂 人大会堂 人大会堂 调到人大会堂 先他们解决 不大 人根本就不上班了 啊 在大会堂属于事业别人 不行啊 得解决行政别人 改成国家公务员 又弄到北京市了 那你说什么 京西宁馆不在也有人吗 京西宁馆没有 是吧 中央台 国航 中南海院里边 音像室的 副主任女呢 都是她强 就是 这儿开证女会 拍长老会 搞录影录像的 所以说 这可没有当中央领导 这国家王 所以说 他他们从院里 搬出去办公 这儿 那儿强不录像 你光顾在那儿咳嗽事 是多有 你这个 你定一块 你要干嘛 嗯 你觉得 就这种 这种事儿 别说发生在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这国家 就在美利坚合同国 这种事儿允许 这哪儿这名 你再挨这名语啊 对啊 你他妈的 就是这种事儿出来的话 你总统不得受贪河 你这是不是水平事件啊 绝对的 是不是啊 这多大的事儿 所以呢 我跟你说 有些事儿啊 你呢 就是说什么 请他啊 这上方您说的呢 我是跟你说我事儿 对啊 我是为了您嘛 说你请他参加什么 你的什么 发布会 你不扯淡吗 所以我刚才说 你叫没罪找的家可 你呢是好心 对啊 你也想为国家出力 对啊 但以后来这萌发的这个 这观点 这观点 你必须彻底讲究 好 好不好 好 这事儿 您今天跟我说这话 我真的是 我跟你讲就是 真的是要阴谋篡党多前 他和周敏堂过一块 知道吗 要真是行的话 周敏堂继续扭人 当委员长 他 那就是 管组织的常委 十九大 十九大就是 他就是管组织 管党务 就是刘英山县的这群 你要 您不可能知道 这个群 一般的都是 胡锦涛 当过这个事务 最后当中处 习不习 当过这个事务 最后当了总书记 冰金发什么岁数 1956年是个人 自己想当总书记呢 二十大就是他的 二十九大就是他的 要那么多的话 我操心 那他身边 啊 太恐怖了 所以我 我真以为这些都是传说 所以我跟你说 在这个问题上 江泽林同 江泽林 真的 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对 这是肯定 老佛爷 哎 第二 习总书记 当时今天是常委 保持了战略定力 啊 最后 中央这个整个的 这个大任防针啊 这个 这个 十八大的战略部署 按照中央的议员 如愿以偿 包括 包括 这咱们前面 有一个两届交集的处理一个薄熙来 这几个案子我都参与了 那薄熙来 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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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常委 最低是要接政法委书记 晋常委啊 接政法书记 这个真不是好人 接政法书记 王里军呢 下一步就关不着 太可怕了 你明白了 如果要像这帮人长了去 那我绝对吧 薄熙来 你知道 咱们别的不说他吗 说他老婆 谷开来 扮尼尔武德 尼尔武德跟谷开来都是 对 对 吸毒 跟徐明 那徐明 谁都跟人家吸毒嘛 那他们都是吸了毒以后就 乱来了 他就不来了 你知道吗 这 那两口子就是政治夫妻 那边 自个儿也忘了 对 那大连电视台女主持人 那原来多漂亮 现在 这张四十几岁的人都变成什么样 是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 他刚到这张市场 大连不是那时候有服装结吗 就看着一个模特 看着一个模特队的队长 人家端着盘子拿剪子 不是剪裁吗 人家一握手 小手用我小一条 就递过去电话 完了之后 那就 那那这对方就明白了 这个关系一亲密以后 马上开的模特 谁让您当校长 他和 他和 辽宁的老书记有矛盾 这个老书记经常在大连有一个 有个渔村 就是吃饭的地方 知道吗 说这个人 就是这个模特 跟这个老板可能有什么毛病 说这个书记跟这点好 结果就把那一共哥仨 就给人办了 懦死了 懦死了 你听我说 办了以后 这颗两 在狱里边 薄熙来的事 是 但是 2012年的两会结束之后 三月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三月十七号 两个月 五一前后 这个案子就开始进展了 然后最后 这个案子找到这块来了 因为这个事儿 眼儿刚开始更不相信 就以为是又炸他们什么事儿 完了之后 我们把中央权录下放 我现在严重委屈 这双封 而且涉嫌危机问题 一送司法机关 这时候你才开始讲真话 两个人开始抱口痛哭 完了之后 说 哎你们家里不得有老三的 就这个 就这饭馆啊 就这酒楼啊 这大嫂在家里大了 这老三在哪儿 就论了他 就论了他大哥的媳妇 就论了他大哥的媳妇 就论了他 你大哥的媳妇 就这八人人照着去了 嗯 去了以后 说你家老三 开个库房 有一大兵贵 锁着 打开了以后 人家怎么会死了 他怎么会死了 老师 不知道怎么会黑了 人家里面 你觉得他把人家在动 你觉得他们的事 这好多事 你一块儿公开了 这我跟你说 你可别这么忘了 哎呦 书记我跟你说 我就跟你说 我关键的事 你缺我 我说话 你听我跟你说 就这一句 我跟你讲的意思在哪儿呢 我是不是不出来 也得折下场 动名 你扯淡去 真的 你就是把我给你动起来 他妈就扯淡 我跟你说 就这一句 你笑啥的要求 你听我说 我跟你讲 这些事 这些事 立直都参与 大家一个个全拿着 你听我跟你说 如果说 总书记 要没有这么大的秘密 不过现在这么全面团队 把周永康 薄熙来令计划 军队还有个什么许和国 一个一个人给拿下全方 那看 那完了 这国家 这国家 我们真是国将不过 真的 鲁迅先生 这国家不过 这绝对的 就是国将不过 你得说更加坚定了我这个说法 坚决支持获熙 我跟你说 所以说 习总书记 我一直在跟你讲 从第一次见评到 昨天我还在说 总书记这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是非常硬性的 对 是是 为什么呢 你说国家怎么大 但咱实话说 跟老美似的 咱大人不强 咱到2020年才能问小康 小康什么含义 一个人拿到一万美金 对 对吧 咱们现在还没到 八千 对啊 到2020年 咱们才能拿到一万美金 一万三才到了 对 因为你十三亿人口 对 是不是 你算一个人一万美金 这样到2020年 现在还有七千万人 在贫困线以下 大概今年应该是五千万 一年要消灭两千万 到2020年 把这贫困人口 就消灭完了 不是消灭完了 就把这贫困人口 都给它扶持上来 是吧 所以就定领 全面问小康 这是我们党到 2020年 也就是建党 一百周年的时候奋斗目标 这个是总的一个 近期的奋斗目标 然后呢 怎么来 这个实现那个 邓小康的目标呢 全面深化改革 这是个关键 哎 书记 我不想这么做 对 我既然跟你说 我就不想这么做 我在论论跟你说 我说 傅政华的事情要查 我就不会再说 因为没查我才说了 就这个事情 我再跟你说书记 我今天跟你说了 我这几位都来作证 我有三个请求 我等您给我个结果 第一个 我掌握王岐山同志 有巨量的非法伙得 和家族持有 巨海航股份 海外持有不动产 以及南宁不正当关系的证据 我向党中央监局揭发 如果党中央给我个安全渠道 我愿意提供资料 如果不给我这个渠道 我就会折击 我等你们同志 这是第一 第二个 不仅限于王岐山同志 还有现在的政治局委员 几个人 还有原来的常委 在海外有大量的资产 和非法资产 存款 还有 不正当男女关系 师生子 嗯 我想给中央害 嗯 我这是支持习主席反腐 因为习主席把他下一个弄成常委了 我知道有两个人一起就要到常委了 那习主席下一个就可能要遇到生命危险 嗯 你知道我跟你说啊 包括王岐山主席他也可能还想当总理呢 我这家伙 我跟你说 就是你的这个 嗯 意愿 嗯 你在这个想履行你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的公民 嗯 你现在说你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对了 对吧 因为你说你持的是外国护照 嗯 我全且不认同 嗯 你的这些权利和你的这些责任 和你想要履行的责任义务 我没有权利过来 我也没有权利过来 但是我今天我会 我一直回忆这个 我跟你说了 但是我跟你说 是 我给你的建议是 我给你的建议是 你毕竟跟在中国 你还是个中国人 你就是拿 我听您的 对 还是要维护大和国家的形象 这就为什么您刚才说 维护你祖国的形象 明白了吗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通过 我的想法就是 我给你的建议 你可以通过正常 正当的渠道 去反映 中国人的事情 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 不要 咱家里过日子还有一句话 家丑不可外 等咱们这几个事解决了 对 我希望中央能派出像您这样 我信任您的 嗯 就我现在要检举揭发的问题 像这样 咱们再说 等我这事解决完 行 等我说咱都解决完了 您觉得我这是爱国行为 我一定保证 在没有公开之前 我再得到您说 郭文贵 你随便你采取措施 我再再 我再往下走 不是爱国行为吧 这个我说的意思 我觉得你应该 我觉得我是说清楚的 我觉得你 我听清楚了 你也听明白 那我今天我尽到我的义务了 好 我爱国了嘛 我也跟你说了 我觉得今天聊的话 你也比较清楚 非常好 特别我让你今天把你的诉求说得那么干净 我们这个小吴既的领行 都都寄信封了吧 但我跟你说都是实话 对 我来之前 我也实话给你实话 嗯 不能出去帮我交办公室 嗯 这小吴既是好 嗯 交办公室 这是我是第二天 咱们是一点的逼迹吧 头一天下午 交到办公室 你就给我弄去 只有这条路 咱们是这么 不要让他经历拼 给我举了个例子 就说你呀 责任得太多 举一个什么例子 原来那个总统长这边 关情报的 哦 熊光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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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妈弹咬什么 我说你 我又骂你 老人家一说这 我想起来 你在那个 美国托夺里边 说着熊光凯玩石头 嗯 是不是 熊光凯 哎他妈你哪根金头 你说这熊光凯 在掌管中国军队的情报工作 多少年 这在美国这有多少关系 哎不比你深厚 你说是官方的还是军界的 还是你拔的什么这个 这民间的 你说是白人还是黑 还是有色人 就是华人 社会 你说你懂谁做的 你说你这要不然我跟你说 你这人说话 他就皮边了 你这人说话 你这人说话 最好我做的 这人说话 我 Julian远又有一些